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很多人是选择用猎人或者说是雷龙来代替 就看你对雷龙张卡牌的理解和喜爱了 你会不会去换这样的一个配置 好的 那我们来看到的是 是舞童 会是小陈套吗 还是说是标准的自闭童 那个镜像童 你说镜像童还是环家鞠攻击飞团 哦 环家鞠的那个 这边来到了吃饭睡觉打豆豆的环节 这个豆豆没打到 我们自己环家鞠沉底 这波节奏很好 嗯 对沉底 现在小陈被迫只能防守 但是感觉防守压力很大 因为小陈估计就只有 他带了个王子 带了个王子 这个王子能冲出来打一下吗 冲出来打到了一下 那就是一套自闭童 是的 就这个自闭童 自闭童 这套卡牌真的是经久不衰 对 但是这套自闭童 就是换了一个雪球的自闭童 这个供主太灵性了吧 差一点点 对 如果不是这个机甲多拍了一下 这个王子就拖进去了 像一般的自闭童都带滚童 现在的话的确又流行一套带雪球的 嗯 嗯 心里头被看出来了 但是无忌的 王家俊带了一个火枪 他没有带这个电法 对 都是有变化 其实我觉得火枪的那个单体的 就是结场虽然说不如那个电法 但是他的单体的一个说说 还是可以的 而且也比较吃法术去解嘛 但是如果遇到自闭童的话 可能说电法更灵活一点 对啊 电法完全可以手踩 对 出场效果直接解掉 但是我觉得无忌这个火炉 其实不太适合向前面 他可能下后面 后面会好一些吗 对 因为在这里的话 可能很容易被这个公主 或者吹剑就干扰了 就射掉 哦 这里王子 哇 真的是非常的英勇无畏啊 替吹剑挡了一下 这个一定出来了 黄人出来之后 但是没有办法解啊 但是没有办法解啊 公主一出 打电直接点掉 但是还是有一万种方法守 肯定费用比较小啊 就是小费 哦 打到了一下 哎 这个吹剑 吹剑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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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很好奇 对 想起来的家居 在没有王子的时候 这个家居感觉 无人之境啊 要打出去之后 对 但是这把的话 吹剑是没有一个 炸剑的一个费用 如果 实际上也不急着念 不急着念 这早打两炮已经很赚了 但现在又给黄毛手了 哎 没有黄毛 但是这就很难受了 对 强行卖另一个过炉 然后这样的话 对 但是这样的话 节奏其实不太好 没有过炉之后 黄家居就被迫要送费了 有过炉在的话 可以消耗赚典费 现在只能进攻了 哎 这个 这个又回去了 没有吸引到他的效果 这个应该没了 黄毛居然 对 对 对 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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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不是打什么 呃 左路的 强行过第二个黄家居 因为他刚刚也是一个偏城顶 就是在公图塔 哇 这火枪左到塔 打了两个 是 这样就没了 对 应该没了 好 我们要恭喜一下 吴季拿下第一局 呃 他的这个 好的 来到了双方的第二局较量 他目前是由吴季领先一小局 双方都是没有等费 直接就开局两个棍头 这难道是毒矿呢 看来是毒矿内战 对对对对 在没有小青龙的时候 毒矿还是很强 但是 带来一手 骷髅 小青是看来是用了一套 火枪的 现在是 小废矿 对 现在是有一套 火枪的毒矿 嗯 之前的话 可能最开始是头毛手的毒矿 对 后面变成弓箭手的头矿 现在又变成那个火枪的毒矿 对 这边也带了 看下能不能抽出一下 没有抽出来 所以说这个还是一个 平肺互换的一个状态 对 双方都是火枪 嗯 但是不知道5G这边 用什么带骷髅啊 因为他刚刚是用了一个地狱塔 去防守 可能这边建筑上会不一样 但是小青是带了一个锅炉 它是具有消耗作用 对 这样的话就可以把你的毒药强制 牵制出来 但是5G这边是一个地狱 嗯 但是5G这边是一个地狱 但是5G这边是一个地狱 诶 小青不管了 还是管了一下 但是这样的话 但是这样的话 小蝙蝠什么就很难减 大家的大法术什么也是个毒药啊 那就看一下这个女枪 能不能点出一下 哦 这一下 有个是毒药锅炉 毒药王子 对 但是这样的话 其实地狱塔的话只能被动下 但是锅炉的话 可以总共下新片土药 对 然后后面的话 利用毒药矿工来打一个消耗 但是 但是儒其居然不管这个毒药 不管这个锅炉 我觉得会出问题 我觉得应该还是 把应该强行换路吧 就是打小城的锅炉在那一边 比较好 好 这一波 在锅炉起来了压力就很大了 对了 这是一个满费all in 好 挡一下 能这样的话 矿工意思是裸挖的状态 但正面的话 锅炉和兵一直在那里 好 这波毒药矿工很长 王子解前排 看来这样耗球就耗不过了 对 这个毒药打了一个满伤害的 因为小城还可以继续伤害 但是不至于只能裸挖一个矿工来打 但是小城的话也开始找强功了 也没有做过路了 这边矿工来说很亏啊 因为觉得他可能觉得这个血量已经可以抢了 对的 我觉得还是要继续做过路 你不做过路他就没机会了 对 因为做这个过路就是骗你毒了 但是你一不毒的话 无忌就只能打走路 这样就很配了 这个小蝙蝠很危险 这个血量的话 两产子两个人就 没了 还是一过无忌就应该读他的过路 而不是直接叫矿工 不管这个过路来提前抢去 是 哎 没过路放手 有点危险 撑水 不要斩杀了吧 对 不要斩杀了 好的 我们要恭喜一下小城市搬回了一局 我是 有点危险的 太厉害了 下风回了 绝对 没有碰射 这个 太厉害了 好 没有 好 这个右路的猪打的伤害 还行啊 因为有个普洛顿牌守一旦 应该是那套超级的 不是超级的 直接小剧打 对 还是那个海鸡泡黄爱猪 但是小剧明显失误了 他没有震到塔 没有震到塔 他也是表现很好呢 尴尬 对 对 哦 还偷到塔了 哎呀 这个小失误啊 当然的话地震可以说带得比较还OK了 因为毒药地震的话都是对他直伤的话 毒药也没成功 这就是靠抢血 对 这不出意外的话 武器还是个毒放啊 好 来了 这个矿工的话伤害挖得很毒了 是的 这矿工的伤害真的 甲香估计要换路打了 不能打同路 强行顺势再打一波 对 没消费了 哦 强行顺势了 看来还是很有压力 这王子还有手 小猪 直接下红一手 还是打同路 好 这地震招的害行吧 但是这个猪能不能打快一点呢 哦 雪球弹开呢 没太多机会 我觉得还是要靠这个海击炮的实际啊 但是打同路的话 你看到武器只要每次毒药消耗 毒药消耗就可以了 对 而且他这边猪很难打进去啊 这波出来了 这波就很强了 是 因为没有废了 没有废了 没有废防守了 雪球打得有点晚啊 是 而且猪是分到了左路 对 诶 这波就很强了 我直接小程把排球到中间了 嗯 因为你正好也没有空中的单位 来直接中间倒成伤害 雪球也没了 雪球有的话还可以保一手 嗯 诶 这雪球直接为了保塔雪 嗯 中间会不会继续下呢 诸多加地震 地震预判震 直接打倒打蛋了 很凶 这样的话 感觉 武器强雪应该来不及了 这个况况 费用又有限 嗯 嗯 再过一波火箭 啊 这没机会了 没机会了 这独冠还是比较地狱塔 比较难守那个皇家演出嘛 是的 是的 好 我们要恭喜一下 小程是拿下了 嗯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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